看似普通的紙盒一掀開 嚇死人 邪靈音的斷手就藏在箱子裡頭 看似惡作劇的鬼手模型 卻成了用心人士用來恐嚇威脅的利器 為了以假亂整 這詭異的斷手還潑上大量彩色顏料 看似鮮血的紅色墨水灑滿整個紙盒 又收到詭譎包裹的業者爆受驚嚇 打開看到就笑了一下 說這是什麼東西 對啊 也沒有什麼嚇到 沒有與他人結怨 也沒有生意上的糾紛 怎麼會成為有心人士的眼中釘 誇張的是受害的店家還不止一間 全臺有盡敗家的業者受害 遠景追查後發現寄送的地址 竟然在大陸送往全臺北中南共 95件店家 其中北部就接獲六十件報案 六十件當中有一半以上 都集中在臺北敵化街 實性男子以迪化街主要賣南北貨的店家為主要下手對象 寄送像這樣裝有假手的模型進行恐嚇威脅 透過兩岸貨運公司向上追查 警方鎖定一名年約二十七歲 常年在大陸工作的實性男子 疑似看不慣販售魚翅的店家才會出此怪招恐嚇 人來人往的迪化街以年貨南北貨最為著名 如今卻因為魚翅成為被恐嚇的對象 雖然男子說是開玩笑的 不過對店家來說可是一點都笑不出來 記得顧上宋香玲台北報導 結果都有獲得 中國年大百貨 beads